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起案件发生在韩国 它被称为韩国版的潘金莲 涉及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与西门庆之间的故事 这些相似的意外情景第三次降临在同一个女人身上 令人不经深思 这段引人入圣的过往引发了司法界的高度关注 这就是韩国独妻里安海事件 发生在2019年6月30日 地点是韩国经济道嘉平郡的龙草瀑布 在夏季 这里通常是当地居民避暑游玩的热门去处 但在那一刻 人群涌动围绕着警戒线 拉开了救援队伍和围观权重的距离 一名男子在游玩时不胜溺水 目前已经失去了知觉 令人难以自信的是 不久前 他还和同伴坐在小船里在水上嬉戏 溺水男子身边站着一位面无表情的女子 漠视着一切 好像与他毫无关系 然而 这位女子真是溺水者的妻子 此刻脸上带着难以察觉的笑意 送去医院后 男子被宣布抢救无效身亡 他名叫尹香叶 今年39岁 毕业于西江大学化工生命工程系 是年薪6500万韩元的企业中城 他的妻子连海是远近文明的美人 长相甜美 打扮时尚 他们是一个看似和睦稳定的家庭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这一切 警方根据现场痕迹和供词 判定这是起因意外而溺亡的案件 很快就已结案 然而 最可怕的真相却在医院的走廊中被揭示 一位中年女子失声痛哭 她是尹香叶的姐姐以美成 她不敢相信弟弟生性怕水 而且又是谨慎的性格 在这种情况下 她怎么可能会主动下水 再者 她和那么多人一起出去玩 而且妻子连海明明就在现场 她把手就能救上来 而她却选择袖手旁观 拍着视频 甚至在弟弟大声呼救时 还发出放射的大笑 这一切越想越不对劲 2019年10月 这起案件出现了令人震惊的转机 以美成通过大学朋友 向山西部警察署智能犯罪调查组 工作的刑警进行的举报 成为了揭开案件真相的导火索 以美成带来了一部手机 向警方表示这是一顾弟弟的手机 里面存有许多信息 可以指向尹香叶身亡的真相 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这些信息都被人为删除过 收到消息的警方立即将手机 移交给信息恢复部门进行处理 在信息恢复之后 警方第一时间查看了手机内的内容 但里面的信息 让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警方 都感到难以置信 尹香叶曾经给妻子发过这样的消息 安海 等你收到钱之后 给老公买复兴眼镜 再买双运动鞋好吗 我的鞋子都穿破了 好丢脸 对不起 本来帐上有三万韩元 但没想到被车袋扣光了 真的对不起 你现在可以给老公打回一万韩元吗 让我可以去便利店买水和方便面 我肚子实在是太饿了 影像叶身为公司的中程 竟然连买方便面的钱都没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然而更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 影像叶平时并不住在自己的家中 而是租住了一个破旧的地下室 她不仅无法维持温饱 甚至还留下了聚额债务 她的账户上也有很多 令人生意的交易记录 在影美城的叙述过程中 影像叶的过去逐渐浮出水面 影像叶本性淳朴 对家庭和工作都很负责 生活也一直不愁温饱 然而 在结婚后 她的生活开始变得困顿起来 性格也逐渐变得归缩阴沉 在背负债务的情况下 她却有着高额人生保险的购买记录 影美城的讲述具有鲜明的指向性 为了揭开案件的真相 2019年11月初 警方成立了智能犯罪调查组 重新对事件展开调查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意外呢 当场见证了影像叶身亡的 一共有六个人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这六个人中只有一个是影像叶真正熟悉的 那就是她的妻子李安海 剩下的五个人都是李安海的朋友 虽然警方感到有些不悬长 但这六人与受害者之间 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因此 当时警方简单地录取了这六人的口供 并根据现场的痕迹做出了结论 认定这次一起因意外而导致逆亡的案件 并迅速选择了结案 现在有了高额保险 情况就变得截然不同了 警方通过调查李安海的经历 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李安海和影像叶于2012年相识 2016年登记结婚 影像叶比李安海大11岁 影像叶不仅让他住进自己刚买的大欢房 还收养了他的女儿 本以为一家人之后会幸福地居住在一起 但没想到自己的悲剧将从这一刻开始 婚后 李安海要求影像叶独自住在公司附近的一间地下室 把房子留给自己 他常常以款待朋友的名义 甚至是新妻夫妇每周见面一次 但是实上 他并不是每周都想见到他 很多时候会找借口推托 让每周见一次变成了每个月见一次 在海影像叶结婚期间 李安海仍然与其他男人保持着不正当关系 周围的邻居多次目睹他和另一个名叫赵贤秀的男人同境同出 似乎是同居的状态 而当影像叶出事时 赵贤秀就在现场 这一切的发现让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警方继续调查后发现 李安海在初中时期就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体谋生 经常被警方逮捕 高中辍学后 他一直在社会上游荡 利用自己的美貌挣钱 然后将赚来的钱投入奢侈的生活 打造自己的形象 他塑造自己为外表明艳动人 性格热情友善的都市女郎 这种美好的表象吸引了一众男生 而李安海在处理男女关系方面比较随意 有过很多段恋情 常常在一段恋爱还没有结束时 就已经和其他男人建立了关系 似乎出轨同居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 与此同时 赵贤秀也很早就辍学 长期在社会上游荡 没有稳定工作 然而 令人不解的是 赵贤秀平时的生活似乎一时无忧 穿戴奢侈 李安海告诉尹香叶 经常和自己待在一起的赵贤秀是他的哥哥 所以他们来与兄弟相称 这些新的发现使得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警方的调查也变得更加复杂 甚至当李安海要求他把钱全部打到赵贤秀的账户时 他也完全照做 还塞出了自己账户于而为零的截图 案件调查到这一点 警方震惊不已 赵贤秀虽然没有工作 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而尹香叶却过着地下室断水断电 买不起泡面和鞋子的艰难生活 与此同时 他的妻子却和情人过着富裕的生活 警方不禁思考尹香叶人倒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困境吗 为什么会任由妻子这样行事呢 警方的调查发现 李安海是一个极为善于驾驭他人的高手 擅长支配他人的心理 在十二三岁时 他曾经上过一档名叫爱情之家的房屋改造节目 在节目中 林伟的李安海对着镜头笑着表示 自己一点也不嫌弃残疾和贫困的父母 长大后要当歌手报答爸爸妈妈 他承诺自己会永远保持乐观 并且会永远记得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然而在十五岁的时候 李安海摇身一遍走上了原交的道路 赚了钱以后连父母也不管不问 从事身体教育行业多年 他会用表格 记录每个客人的性格特征和经济实力 具体分析出操纵每个人的方法 影像叶是一个内向沉默的普通职员 他碰到了李安海 就像是进入了狼窝的羊羔 任由他摆布 在李安海长期的命令打压下 他逐渐失去了自我 对他言听计从 他跳水的原因也让警方唏嘘不已 只因为妻子李安海说 为什么别的男人都敢跳水 就你不敢 你还有什么用 为了让妻子高兴 影像叶鼓起了勇气纵身跳下 然而 这样的结果却是在他求救时 没有一个人过来拉他 最终影像叶在水中挣扎着离开了人世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 李安海似乎不止一次 对影像叶下过毒手 从2019年开始 他们甚至与同情夫赵贤秀 尝试多次杀害丈夫 他们曾经将河腾毒素 投放到影像叶的食物中 但却没有成功 气急败坏的李安海 甚至在社交软件上 对赵贤秀表示真无语 放了这么多河腾都毒不死他 在2019年5月 赵贤秀和李安海 在经济道龙人寺的钓鱼场串通 故意让影像叶落水 但未能成功让他身亡 于是 他们策划了一起 看似文美的溺水案件 这一事件在社会上 引发了高度热议 同时也让对李安海 和赵贤秀的审视 成为各大热门头条的焦点 很多网友通过私信和留言 指责他们 警方调查时 接到了一封保险公司的举报信 内容称他们怀疑 高额受保人会在保险协议 失效前4个小时内意外身亡 而且 该保险单的每次缴费 都是在临近到7时进行的 节目播出后 受到网络骂声轻扰的赵贤秀 公开表示自己和这起案件无关 并以涉嫌损害名誉和辱骂的名义 起诉了100多个网友 他还对报道相关事件的作者 和登载文章的平台提起了诉讼 并根据作者的职业和文章的程度 制定了不同的协议 赵贤秀的反应令民众措手不及 甚至让节目组开始怀疑 自己的猜测是否出现了错误 然而2022年3月30日 警方对赵贤秀和李恩海 发起了公开通缉 原因是 他们涉嫌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 将不会游泳的影香叶 强行带到了韩国经济道 嘉评郡的龙藻瀑布 自其身亡 警方的戴布林引起了一片哗蓝 人们纷纷感叹 赵贤秀的心理素质之强大 以及两人的无止于冷漠 与此同时 李恩海的过去经历也被人们扒出 李恩海曾经交往过两个男友 他们也像影香叶一样意外身亡 2010年 他交往的男友在仁川实验十字路口 开车时遭遇交通事故 意外身亡 同存者李恩海因此获得了保险金 2014年 另一位即将谈婚论嫁的男友 在酒吧工作时 去泰国巴巴拉潜水时不幸溺亡 泰国当地警方并未找到他在的线索 因此将事件处理为意外身亡 并在泰国火化 当这些意外事件被放在一起考虑时 确实显得令人细思极恐 仿佛是一桩连环谋杀案 然而 警方调查后发现 在这两次男友意外身亡时 李恩海并不是保险金的主要受益人 甚至在第二位男友身亡时 由于未与其结婚 他没有家属身份 因此也未领到保险金 前两次事故中 也未发现他人谋害的痕迹 因此并不构成连环谋杀 只是有可能这些经历 让李恩海一直到伴侣的身亡 可能带来利益 从而萌生了利用影香叶的想法 2022年4月16日 李恩海和赵贤秀被通缉了十几天后 在高阳市德阳区的一个协制楼内 被警方抓获 案件在2022年8月进行了公审 在这起案件中 共有850多件调查记录 41名被联系的证人 进行了15次以上的公审 李美成虽然早已知晓案件的答案 但在确定凶手真的是李恩海时 仍感到十分痛心 弟弟影香叶对他非常好 尽心尽力满足他的所有要求 甚至在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时 也未曾抱怨过李恩海一句 为什么弟弟最终会遭遇这样的结局呢 我们都明白影香叶并没有做错什么 只是在长期他人的控制下 失去了自我 也许他以为对妻子好 就应该听从他的话 但他自己过得怎么样 只有他自己知道 绝不能欺骗自己 在调查中 还有一件事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那就是李恩海和赵贤秀两人 故居的明信片上 邪有主人仆人等类似表述 以及困难时期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经历了各种风雨 但感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等的措辞 也许在长期控制别人心理的过程中 他们自己也迷失了自我 等待李恩海和赵贤秀的 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审判 将是法律太炭秀的 即将是法律习的 我们的就是法律 提供贤秀的 如果按杤侠的 就是法律的 已经有点